三 努力今生了生死 修行用功 原位了生死 古凡学佛必须先为了生死 生死不了危险太大 轮回未出难免堕落 努力今生已了生死 这几句话对我们很有警惕作用 可以把它背下来 修行用功 宗教都是讲修行的 向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他们讲的是信奉基督 天主的救度 道教讲行器炼丹 目的就是要打通任督二脉 齐经八脉 能够脱胎换骨 得到金刚不坏的身体 长命百岁与天地同寿 低的话当个地仙天仙 高的话当个大罗金仙 或者是所谓拔宅飞生 从此就脱出三界败 不在五行中 这种修行往往必须远离滚滚红尘 引顿深山才有所成就 所以有首记子说 太子去学先 担成上九天 冻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些都在说明 人世间是苦空无常的 都是要超越的 以佛教来讲 生死是大 无常迅速 所以凡是真心学佛的人 都具有无常观和出离心 无常观 出离心 是佛教所强调的 可以说是佛教之老生常谈 故凡学佛 必先为了生死 其他宗教都要了生死了 何况佛教 佛教是讲六道轮回 苦空无常 将要发出离心 所以应光大师说 生死不了危险太大 轮回未出难免堕落 生死不了之所以危险 在于会堕落 所谓一失人生 万劫难复 一旦堕落 等到什么时候再得人生 再闻佛法 乐邦文类这本书里面就说 梦幻非真 受妖难保 呼吸之情 即是来生 一失人生 万劫不复 此时不悟 佛如众生和 远身念于无常 悟途遗余后悔 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 长寿福报 这些都是梦幻非真 好像做梦又如虚幻 都不是真实的 如梦如幻 受妖难保 一个人是长寿或短命 根本都预料不到 难以把握 一口气不来 就是下辈子了 下辈子一旦失人生 就万劫难复 所以此时得到人生 还不觉悟 还不发出离心 不观无常 佛也拿我们没办法 因此我们要身念无常 不要徒留后悔 罪恶观 旧度观 就一般法门来讲 无常观 出离心 是最基本的 我们净土法门 除了无常观 和出离心之外 还要加两个观 就是罪恶观 和旧度观 以圣道门来讲 是以无常观 发出离心 然后以自己的力量 去修行 期盼以自己的力量 消除自己的业障 解脱生死轮回 但是净土法门 是进一步体会到 自己是罪恶 生死凡夫 所有的法门 都修不成 无有出离之缘 幸好阿弥陀佛 为我们这种众生 建设极乐世界 完成六字鸿鸣 只要愿生极乐世界 专称弥陀佛明 就必定现在盲受 弥陀的旧度 临终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净土法门 还要加上 罪恶观 和旧度观 所谓有福之人 可逢尚智 虽然想追求解脱 如果没有这样的福德因缘 不能遇到这个法门 也是突然继续轮回 今生所学的佛法 也只是结个佛缘 可见在座各位 能够遇到弥陀的旧度 我们都是有福的人 四 做人比往生困难 来生做人 比临终往生还难 不生西方 将来必多恶道 往生所得之利益 比得道更大 这几句话 也很令人警惕 也很令人震撼 下辈子要当人 比临终往生极了世界 还困难 一般认为 往生极了世界 是天下的大难事 哪有那么容易的 往生极了世界 就脱离了三界 往生极了世界 就能够成佛 哪有那么容易 说往生就能往生的 一般都认为 下辈子做人容易 往生极了世界困难 但印光大师说 下辈子做人困难 往生极了世界容易 既然容易的话 我们就要掌握容易的 为什么呢 所有法门 世间法 初世间法 圣道门来讲 是自己成就 要有修行 愿行圆满 然后成佛 可是净土法门 是弥陀成就 要有信愿 专念弥陀 往生成佛 这两门来讲 圣道门 如果学不成的话 岂不是堕落 但往往大多 是学不成的 而净土门 是成佛 为什么 因为是靠 弥陀成就的 而弥陀成就 是现成的 极了世界 已经现成 往生极了世界的 功德资粮 也已经现成 在哪里呢 在这句 万德鸿鸣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一个人 即使五逆十恶 到了临终 能够回转 称勉弥陀 愿生极乐 也能够往生 所以临终往生 比来生做人 还要容易 来生做人 比临终往生 还要困难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